您这个上面是服装店店主是吧 你卖衣服一个月能卖多少 一年大概十多万吧 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 学公交车以前我们有两三个店吧 现在生意不好做 只有一个店了 切的这样越来越多 我就想把那个架子生一下 可以开公交车 有个三五千块钱一个月 填补一下家用 然后还有个五血 上个班呀 也只有半天 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 他这个开公交车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觉得好玩好奇 而且他开这个公交车呢 要先起要投资一万多块钱 做什么事不要投资的 我们没读书的没违货 你做什么税三十块钱一个月 要两年以后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两年以后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去学了吗 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他也每天跟我吵架嘛 好吧 我再问其他的了 你们两个谁管家呀 我管家 他这家管得好吗 不行 不行 太不行了 太不行了 那你咋不管呢 我为了尊重他嘛 就是在我们那边 就是有女方当家的这个 习惯 习惯 他当家好多的方面 真的是 你像他在街上看到什么东西 那个衣服啊 裤子 鞋子啊 看到什么就想买 柜子里面都是一年难得穿 两三天的 那你也不想一下 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 也就是两个生意 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了 我作为一个老板娘 我肯定要娶她 体面一点出去吧 我不买点衣服 你觉得你管家管得咋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他说他管钱行 什么东西 他要点贵的买 便宜他看都不看 那一次他买了一个什么衣服 那个衣服的上面是毛领的 下面是单的 去太阳的时候 毛领就全起热 如果冷的时候 下面是单的 又冷 一年就是挂在柜子里面 一年难得全上几天 发上几千块钱 那你也有 他就是经常说 他赚了的钱 他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但是这个东西 你要以家庭为主 是吧 好多的方面 他都是那么强势 看不出来他强势啊 他做的是强势 你怕他吗 尊重他吧 尊重他 你什么事说的不对 难道还有我听你的吧 我做什么事 他都认为不对 就像去年清明节吧 我就说 那你在这里带小孩 在这里 我就一个人回家 那你多给点钱啊 那我给你来费车费就行了嘛 我回去好不容易回去 他一年回去一次 一个亲戚朋友啊 在一起啊 打点小牌啊 吃点饭啊 都需要钱 他就给来费车费 然后我说 那不行 他说不行 不行就不要回去了嘛 你这样说 特别回去 我就像我那个 小朋友 就借了点钱 你不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呀 给车费 给烟费就够了呗 我等一下你拿多了钱 我知道你回去干嘛去啊 等一下你跟别的女人 搞暗卫去了呢 不不不不 你怎么能不信任他呀 我回去过个新年 他有过一次 这我肯定不会信任他吧 他怎么了 他有过一次啊 对呀 他每天14小时都是跟别人打电话聊天 小孩有一点事了 找个人都找不到 那是好多年前以前的事情 跟他解释了无数偏次 我们绝对是没什么事 是正常的生意上的来往啊 我们心该比较活的来嘛 就是说 聊一些家庭上面的事情 他就跟我打一下电话 就是有一次 可能打了一个多小时 他刚好就找我嘛 那个电话担心 打过一次之后 他什么事啊 好像就 就受他的监视啊 跟中一样 还定中啊 你在哪里 你打哪里的朋友吃过饭啊 他要打电话 打好多的电话呀 什么的 听明白了 都在他掌控之中